OK 继续 就是冷热 季节是冷热 那为什么会有季节冷热呢? 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地球离太阳远跟近的关系 地球绕太阳公转轨道是个椭圆形 所以有的时候离太阳近 有的时候离太阳远 但是造成冷热的原因不是离太阳远近 而是来自于它的照射的角度 比如说它是不是直射的关系 如果比较直射 能量就比较集中 那就会比较炎热 如果是比较斜射 能量就比较分散 它就会比较寒冷 像这个图上面显示的 左边这个是直射 所有的热照在一平方公分的面积上 热量集中在一平方公分 现在把它打斜射45度角 数学上学过一比一比更好二的那个 跟哈尔1.414 就是照在1.414平方公分 大概1.5倍了 所以本来能量集中在1 现在分散到大概1.5左右 所以能量比较分散 所以就会比较寒冷 所以呢 造成季节冷热主要的原因不在于聚日的远近 而是在于直射或者是斜射的关系 那 举实例 7月的时候地球是在远日点 离太阳比较远 但是却是北半球的夏天 因为那时候阳光直射北半球 斜射南半球 所以显然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我们会冷或热的原因不在于 不在于聚日的远近 而是在于直射或者是斜射的关系 所以南北半球的季节是相反 因为当阳光直射北半球 就斜射南半球 阳光直射南半球 就斜射北半球 现在是台湾的暑假 如果你现在要去澳洲玩 你在台北上飞机的时候可能是轻装 要清凉快的衣服 可是你心里面也要带一些厚重的衣服 因为澳洲是在冬天 反之你如果冬天要去澳洲玩 在台北上飞机可能穿着重球 毛衣外套一大堆 可是到那边就要换一些清凉的衣服 他们是在夏天 所以它跟我们是相反的 所以南北半球季节是相反 因为直射其实正好会颠倒 也因此高纬度地区 阳光永远都在斜射 因为直射只直射南北有23.5度的位置 所以高纬度永远都在斜射 所以高纬度就会很寒冷 而赤道附近就几乎都在直射 所以它就一直很炎热 所以这只要重复告诉你说 我们会热或冷是因为直射或斜射的关系 不过还好 我们又喇喇 因为我们有大气跟水可以喇喇 热空气会上升 冷空气会下降 会喇喇搅拌一下 所以就会把高温的送到低温去 低温送到高温过来 所以我们就不会热的会越来越热 冷的会越来越冷 因为有人会调和一下 这是因为 所以我们前面跟你教过了 只要没有水没有大气 温差就会很大 但因为我们有水有大气 所以温差就不至于太大 好 课本上问过了一个问题 如果自转轴跟黄道垂直 昼夜跟季节 两个问题 一个是季节 昼夜跟季节 有什么变化 比如说昼夜是 白天会更长 晚上会更短 还是白天会更短 晚上会更长 还是白天晚上会颠倒 还是会怎样 如果自转轴垂直黄道 还季节 季节会变得更明显 还是更不明显 还是会相反 夏天变冬天 冬天变夏天 还是会怎么样 好 来来来来 先想一件事情 如果自转轴垂直黄道面 阳光直射哪里 自转轴垂直黄道 太阳照过来直射哪里 赤道通道 再来第二问题 地球公转一周 如果自转轴垂直黄道面 公转一周 直射的位置 有没有改变过 没有啊 很好 阳光永远都直射哪里 是啥 所以就问你 昼夜会怎样 刚才教过 大家有教过 阳光直射赤道 昼夜是如何 刚才讲 刚才教阳光如果直射赤道 昼夜如何 相等 相等 世界各地 所以如果阳光直射赤道 世界各地 而且还怎样 每天都怎样 每天都相等 好无聊 日子完全没有变化 昼夜相等 一世界各地 昼夜相等 二 每一天都 昼夜相等 没改变 啊季节 季节会变得更明显 更不明显 会颠倒 还是会怎样 更明显 更明显 还有别的答案吗 阳光永远都直射赤道 请问你 昼夜 请问你季节的变化会如何 更明显 更不明显 你觉得 应该是更不明显 改答案很好 有别的想法吗 答案叫做 来 当初为什么会有三条线 中间叫做直射赤道 右边叫做直射北海归线 南边叫做直射南海归线 如果你永远都直射赤道 请问你还有三条线吗 只有几条线 一条 每天都一样对不对 那阳光直射的角度有改变过吗 那你会比较热比较冷吗 不会 所以就没有什么 除了离太阳近一点的时候会热一点点 因为太阳的趋势差不了多少 差得很小 就趋势近一点点冷 冷一点点出来 现在就没有什么季节变化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就没有啥季节变化 OK吗 可以吗 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 谢谢课堂练习 谢谢课堂练习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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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